胡君这天出席舞台剧哈姆雷特记者会 还以广东话和大家打招呼呢 大家好 我还有五官 这次舞台剧筹备至今有两年了 不知道胡君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呢 最最最难的 最最挑战的 其实是在整个的排练过程当中 然后要把自己的很多习惯要扔掉 以前在比如说演了那么多年的戏的 养成了一些习惯 在这个戏里必须要全都扔掉 要从零开始 这是比较难的 胡君和太太是因为舞台剧定情 这次再和太太演出舞台剧 会否被她迷上啊 被她迷上 对 迷上她 迷上她 不是 不是被她迷上 一直在想怎么对付她 对 这胡君这次一家三口同台演出 虽然一家人好熟悉 但其实起初合作的时候感觉生疏啊 女儿其实参演刚才我说的是一个 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 我们在跟导演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然后女儿就让她在饭桌上唱首歌啊 然后女儿唱了首歌 然后呢 小儿唱了首歌完了以后 就是导演一听非常的喜欢 说一定要把她的声音 要安排在这个戏里 毕竟是女儿的第一次嘛 君哥是不是也有教女儿怎么演啊 没有 她教我怎么演 其实在私底下 就是排完恋回家以后 我跟她妈妈都会问她的意见 因为她是一个最很冷静 最旁观的一个观众 肯定上了这个舞台 演了几个戏 然后就非要以后要当演员 我并不这么认为 就看她自己以后的选择了 至于3月18日是胡君51岁的生日 这天大会也会送上蛋糕 为她预祝生日 听说9号那天 嘉玲姐会开派对 为胡君庆生 生日可能不会庆祝 但是9号的时候 像嘉玲啊 舒平啊 张舒平啊 还有莉莉姐啊 专门给我们剧组 做了一个庆功 庆功party 而他们非常的用心 然后知道我们在这边演出 时间很紧张 排练很紧张 根本没有 麻烦我们 完全是他们自己 做起来的这个party 所以说又感动又感恩 我们也预祝你生日快乐呀 香港报道